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6月24日11点27分 指数就像我所说 上次穿了奇形向上的假突破 因为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 看不到有什么新的东西有说出来 而上证A股穿了3000点 现在去到2968 在未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的话 内地A股市场看到一些股市的过股 特别是中小型股就跌了 有些下跌 也影响着A股 而人民币那边的中间价有机会向上调 即是说它有机会再进一步会贬值 这可能是为减息铺路的 降息降准 因为始终经济的恢复仍然是很反复的 也没有一致性地有一个大幅度的回升 所以暂时来说 在中国那边的股市 就看不到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港股这边经历了上一次升了3700点之后 现在就回到一半 在17800的位置 究竟这个位置守不守住呢 其实最近那些牛红症 两边都发的 两边都将那些牛红症 59323我之前也提醒大家 换回到那边 即是用大一点的幅度去坐红症 那结果是对的 就算你不走也OK的 即是不将60576换回到59323也OK的 59323就是19268收回 那当然现在就是 现在呢 就一毫四千七了 今天就升了14% 那距离收回价是1400点 那60576呢 就当然会和微一点 升了30% 那距离就有794点 那恒指来说呢 我们看回图 恒指呢 就最高呢 就在上个礼拜呢 就 礼拜四的时间呢 上到18520的 18520的 那就叫做 Fill了那个列后 那而之后呢 就展转呢 就现在又回到17858 即是回到17800的平台的位置那里 那旗盈又有少少呢 会不会又穿回旗盈底部呢 那又有机会的 啊 周线图来说呢 上次不是说呢 上个礼拜一支针 就不太好 那又要回的 那所以呢 整个形势来看呢 看看整个变化呢 就 就 恒指呢 有机会呢 就再 试翻低少少 再去呢 就我短期通道呢 在17570到17590的 这个位置呢 要见机会都挺大的 那近期看回那些大盘股呢 所有呢 都其实都没有什么资金流入的 都有一些资金流走了 那所以 暂时来说呢 17500是一个位置 17400到7500 或者我们 我们放在那里了 那这个位呢 就 初步应该会是一个 因为为什么呢 0.618 下来呢 3700点呢 就刚刚17400 那 可能在这个位置呢 会多些支持的 那所以 大家看着这些位置 那 那你有的红证呢 你是可以对冲些货的 那你拿着它 那就可以了 那一路都叫拿着 那 那 因为不是拿来 不是拿来单边炒 单边炒的话 又怎么样呢 那单边炒 你来到这些位 17800呢 它可能又浪一浪 浪一浪的话呢 你可以 平均三分一的 收一点点 那如果它再充上18000 18000 那些位置呢 那些位置呢 你又 又走去又再开过 开那三分一 那你可以这样做 那 留一点做短线 都可以的 那今天想说呢 那些内房 整个板块里面呢 就 很多都一样的 那 那 但是唯独市呢 那些内房股呢 就个别 就好一点的 那譬如中国海外 就升了1% 那 那 月秀就跌2.7%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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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将他的房地产业务剥离 那些房地产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和销售那边 剥离,剥离就放在控股的私人公司那里 他的代价是可以一送一股,可以送一股私人公司股份 如果不接受私人公司股份的话,就可以收到5.9元钱的一股 即是派5.9元的特别的现金给你 当然5.9元是很大的数据,其实他的股价呢 他留有的东西就是留下物馆,商业物业的营运 还有房地产物馆的东西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其实这个做法呢 其实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保留物业管理,商业物业和产业园和建设项目的管理服务 那就是轻资产,不再买卖那些地和开发地的发展 那这些是剥离了的,那其实就是轻资产 那还有呢,你想一下,他就之前是说的3.7元 那现在派都派5.9元,其实是多过他那里有很大的 那其实这个做法呢,我自己看呢,就对股东来说呢 就是都有利的,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收厌金的话呢,收了5.9元,剩下的那些呢 就是那些物馆方面的收益,那里呢 他去年算的收益都有1亿多2亿的 那以他现在有的14.5亿股来算呢 就是毫多指,你当你10倍的市盈率计呢 那里回来都会有一个多人钱 那股价都值一个多 那过多的话呢,再加5.9元呢 那都差不多近7元,7个多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来说呢,现在6.3元呢,其实就有好处的 那当然啦,这个是第一,你取决于他成不成功 第二样东西呢,就取决于就是说 他这个通过了之后呢,是需要时间的 慢慢来进行 那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呢 就是这个选择呢,是在现在这一刻呢 用这个价来算是好处的 但是呢,你买了之后,你要等的 要等,还有你要投票,很多的东西 经过了,完成了之后呢 我相信慢慢的股价呢 会某程度上,会退回高上去的 那当然退回高去什么位呢 我想退回到7元左右 会较为合理 那现在是稍微偏低了,因为大家都先看看 可能呢,不是计得很清楚所有的东西 那我用一个很粗略的计法呢 就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他会慢慢移回好一点 那如果你说你买了,他移回高一点 上去6.8,7元那头呢 那你可以那里走也可以的 那这样来说,都有10% 那但是,就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拖得久,或者是那个东西不成功 他要回来的 那所以呢,你心里有个准备 那你不适宜是大手买卖 你只能量力而为 你说少少这样玩一下,看看 因为他偏低了,那你可以 但是这一样东西呢,就带来一个讯息 就是说,有很多的内房公司呢 都会对,会不会有考虑 同样地用这个方式呢 那我们不敢说 那当然很大的央企 未必会这样做的 就是没需要这样做的 譬如这119,保理这些 不会这样做 我相信月秀都不会这样做 那如果是的,都是一些 会不会是其他的那些,民企 但是民企要小心 太小的那些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始终他负债太大 美的有些不同 美的本身的本业 在家电那里做得很出色 他本身成余下来的 过去的盈利的现金很强 没有公司很强 所以是另一个问题来的 那变了不是间间可以仿效这件事 但是,这样的情形来说 对内行公司比央企会有利一点 所以,无论华园置地 119,123,这些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270,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回升 那270月海 又会不会将它部分的那些 就是说它现在的月海置地那里 又会用一个价钱去给集团的公司 用一个另一个形式 不排除 所以,越海这些这么低 便宜得这么紧要 就绝对可以 因为它本身的供水很强 所以,十几元跌下来 就绝对是超值的 我觉得,你持续这些 看长线 它有很多空间可以有变化 那你值得去留意 另外,说完内房之外 说回铁塔 铁塔又回回了 下回9日7 那我说,如果它回回到9日6 左右 今天最低9日7 9日6左右 或者以下 你又可以去考虑 因为铁塔 它未来的盈利空间很大 但是说的是后年的事 那 今明两年慢慢有进一步改善 登政的修程期是后年 就是明年年底到后年的年头 到时它的市盈率是一个单位数 不排除息口 继续派高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是9日7这些位置 9日7或者以下 你可以慢慢建仓 买回一些 上回来 当然现在见过最高近期 去到1.50元就下回来 那你就放回103 1.03元那些位置 你又开始在那里移动 9日7买了 103买沽 都不错 103除9日7 你都有6%的增长 6%的回报 那你可以做这个 3806 3桶油 857 883 这些全部都是 慢慢都是会好的 3806 它是有近8厘息的 它有近8厘息 它有近8厘息 那现在呢 它在7月8日就随正的 7月8日随正的 所以 2厘息就都人民币计 如果人民币计算的话 2厘息就等于2厘1才4 除4.87就等于4.4% 那其实这些都可以的 值得的 那当然 如果你说懂得玩的 用期权 买了这个 中石化3806之后 你就沽回个call 沽回个认购期权 用3806这些股票 放在那里 放在交易所里 沽回认购期权 你可以增加多些收益 那里加上 那里加上 就会增加多毫多2厚指 如果你沽下个月 沽7月或者8月 即是沽7月份 就会有这样的收益 你可以考虑这些 当然不懂的 你可以上课 上课的话 就是下个月的月尾会开班 另外 港交所 现在是255.6 255.6 港交所当然在寻垢底 但是255元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去到一些 较为合理的水平 现在都是二十多倍的市盈率 假设如果下半年 港股是好一点的话 见过底之后 好一点的话 这些都有一定的直播率 你说要它上去 挨近300元那些位置 有机会在那里 这里是存在20%的空间 现在都不贵 周线图看 现在都很低 所以大家都可以慢慢考虑一下 现在这个 就在低位的位置 那里 当然你看资金流 没什么看的 都看不到有什么大资金流入住 因为市质味是很好 但是呢 就开始有直播率 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至于 你买了这些股票的话 如果你担心 你可以在适量 如果市质上18,050 那些位置 你就可以买个59323 买个雄正 对冲 比较安全 因为你始终 如果新买的货 你有个雄正对冲 会好一点的 但是指望未来来 这些都是有能力 有上升空间 那 慢慢做 今天简单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在WhatsApp 问我 688-99-180 那 这个 是 我不一定立刻回答你的 但是我有时间 我会回答你的 你记得按赞 按一次 多谢你支持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